好,歡迎收看今天星期的郊視場的news 我們今天已經瘦了 瘦了? 一張椅子也瘦了 一張桌子也瘦了 是的 這個設定只是我們才做到的 哈哈哈哈 好,我們開始講正題了 很厲害啊,新鮮的 什麼新鮮的? 什麼新鮮的? 終於可以拍照直接連接到你的電話 用WiFi 哦,你說那個Nikon 是的,D850,D560,D750 這些東西簡直是很油的 不,其實用Nikon的用家 其實是很引耐性很強的 到現在,其實你不比較沒有東西 不論其他品牌的人是不知道的 其實用Nikon用家就會很專心用的 那就不會有其他分別 太大了 因為我以前用Nikon 我都發現 用來真的很好用的 那你又不會很理會其他品牌的東西 因為其實它的按鈕 彈出來 我經常都說這些東西 那些按鈕在外面 其實是全黑 很多環境之下 就是一按就是了 一按,還有很多情況 其實那個概念就是 你不會離開Wheelfinder 手指 這樣去摸好按鈕 其實是很方便的 所以其實大機 也有它 即是上次我都說的那個 關於這個新聞攝影的 的選擇比賽還是什麼 它全部來的新聞照片 其實都還在用單反的 即是無反也是有排 因為你要再進去Menu再按 其實花時間多了 那些什麼叫瞬間 瞬間什麼時候空 決定瞬間 一瞬即逝的 決定瞬間 是,決定瞬間 是,決定瞬間那樣東西 我不知道是不是廢話 通常說決定瞬間 那些人都是用很慢的 Range Finder 才講這些 決定瞬間那樣東西 你沒有什麼 阻礙到你去想那件事 那麼直率 你一摸到鍵 就按到 改到設定的話 其實是很方便的 雖然部機大步 我也用過幾年時間 很方便的 全部鍵都轉到 甚至乎我按一顆鍵 再轉個轉盤 由APS轉到Full Frame 是快得很緊要的 就算現在 去到第三代 Sony才有一顆鍵出來 其實它是很線距 那時候已經是七年前的事情 其實Sony也有很多鍵 但是它的眼睛是放錯了 沒錯 而且你要花更長的時間去學 那時候我再加一部Nikon 去用 花的時間不需要拖 差不多 其實都是 我寧願它全部都是C 我給我自己自訂了什麼好 哦 但是你被人用 或者你用別人的機 就不會用 就不會用 其實是 整天轉鍵都不太好 那是一個好的 沒有一定的 沒有一定的 應該不是好 問題 是可能這些機 你見到Nikon 這鍵其實 定好了 大家 定好了 這麼多年 其實為什麼有Fans 就是因為 你不需要經常轉這鍵 你黑眼都可以按到 譬如去到現在 還有那顆 兩顆鍵回卷 現在還有 就是方便的卡 方便的卡 方便的卡 我覺得也是 這是一個很棒的地方 就是工業機就是工業機 就是這個原因 然後我也有人問過 喂 Joey你經常說 怎樣設定 你可以告訴我 你的相機 即Sony equipment 要怎樣設定 我真的做一個出來 之後大家抄一齊 用同一個便好 你 哦 不過問題是 我用A7R2不是R3 我做完之後 給誰用呢 我這些窮就是用R3 有很多人用的 是的 但問你那個不是 唉 真是壞了 所以其實這個Firmware更新 即是 你一些 與時並進的東西 是 你不去比較 你就覺得沒有問題 是 但其實 因為 我現在都 其實我很喜歡這種功能 就是 通常你Wi-Fi 過電話 你是每個200萬像素的JPG 那很方便 放上Facebook 對於我來說 是等於雙卡 是 不斷拍照 然後 機身床 RAW加JPG 什麼都好 但你的電話 是有200萬像素的 嗯 譬如說 很快選照 或者很快 在Instagram post上 你就多一個Copy 很穩陣 其實 去到很多 例如香港這樣說 以前的 做娛樂 或者做狗仔的 很需要 去到外國 戰地 那就很方便 因為有些很危險的地方 或者你忽然間 可能你之前出現那個 拉卡廣告 喂 被人拔飛了 拍了之後 躲在用電話 按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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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傳出現在就可以了 對 不知道浪費不浪費電 嘗浪費便知道 或者 好 到下一則新聞 接著都是說Nikon的 他業績公佈 單純在相機的商業 從昨年跌了18% 其實怎樣算跌了18% 上年總共的資金多少錢 今年還不回到數字就跌了 即是出了新機後就賣不到 Z6、Z7 其實機身不是賺錢的 剛才是賺錢 但現在鏡頭還未有 所以還未出現 我們用家都覺得 大家快點希望他齊鏡頭 因為他推出這個Mine 就是令到全部新鏡 令到功能再提升 但你知不知道他推出了什麼問題 他推出了很大的Mine 好像剛剛新產成本貴 鏡本身不便宜 人們就更加難買 他自己賺的,margin又少 所以其實這個決定 我經常都會說 我和你用傳統Mirrorless機是想細機的 你也有出分大的 我不懂得說 不是啊,Mirrorless不一定要細的 我們想用而已,很多人不用 我們上次提到的東西就是 其實你香港的環境可能細 你覺得Mirrorless很有用 但你去到外國的天空 全部都不會覺得細的相機是不需要 那些人都不需要 那些人都不需要 那些人駕車 然後拿一部相機 駕駛去拍 因為有時 有很多人 其實大部分 大部分拍照的人是業餘的 業餘的人 平時都不會駕相機的 放假 你還要駕到這麼細的相機 我是不是正在拍照 有很多人會有這種感覺 我前幾天有跟一個 剛剛周航畢業的小朋友問我 我正在上去A7L3 他問我小機可以嗎 然後我拋頭 為何現代人都會問我這個問題 所以很多人都會覺得 一部大相機很重要 才是拍照才是專業 這是其中一個市場 還有很多用單反的 他們很喜歡鏡頭 鏡頭 那個感覺 才拍照的感覺較強烈 我又不斷去找一些 沒有快門聲的相機 靜音快門對我來說才是好的 但其實本身Acon的鏡頭很好用 我經常再強調Acon的鏡頭 我有幾支是定焦的 21.8那些 我經常都會用 不過轉了我孔下去 Sony會用 我一直都會用 最重要是你不要壞 應該不會壞 很難壞 那你有意外 不是啊 但不容易壞 就糟糕了 那你意外跌壞的話 是有點難的 所以其實 希望出快一點 因為他本身之前出了很多好的鏡頭 單反的時候 現在卡住了 沒有一些新鏡去配合 那就是可能 他只是0.95不知說過什麼時候 出了是吧 老蛙就好了 好 再到下一單News 剛剛才說老蛙 就是Phoenix Optics 老蛙 是不是老蛙呢 是的 然後剛剛宣布了一支白眉 就是2比1的Marco Lens 剛剛才有些行家問我 拍Marco用什麼好 其實我都會說回一件事 就是我個人對於Marco鏡頭來說 其實我都不需要他自動對焦這個問題 通常都 其實你用Marco鏡頭 我都不會自動對焦 用Menu就更加好 因為你是個人決定他的景深去哪個位置 對焦對哪個位置 除非有一樣東西 你一鏡兩用 那怎樣做呢 鏡身是有一個 一顆鍵 我講的意思就是 Auto Focus的鍵 是將正常 例如0.5米至無限遠的 全自動 然後你拍到Marco 就完全Manful 完全Manful 不是電子扭的連動摩托 是的 我們正在用的Sony牌子 只有一支鏡頭 就是買了一支 那支鏡頭跟舊的Menu鏡頭 完全一樣的感覺 是由推足整支鏡頭的感覺 是最重要的 譬如你Focus的時候 當時中 你是可以停下來的 是的 那這個去到Canon Canon舊鏡頭也是這樣 但Canon新的鏡頭也不是 全部都是連動的 連動的 會過濃 是的 很多煩的問題 或者你用FollowFollow 拍片的話 景深石會錯 這個錯 當然 所以其實 有時有人問 為何有些鏡頭 是喜歡用Manu鏡頭 譬如我們Super Y 反正都不用對焦 不是 Super Y 其實反過來我的經驗就是 反而去到HR3 這麼大像素 其實你要中的Focus 反而要Manu鏡頭放大來對焦 那就100%中 因為其實我研究了很久 跟師傅 最近經常研究過 有些鏡頭是Focus 是這樣彎的 有些鏡頭是那麼直的 所以其實Manu鏡頭是很重要的 所以其實這支鏡頭是很有 你說這樣彎的意思是對焦的時候 對焦的焦平面 對焦平面 是由近 比如你近的後來是這樣彎 去遠後來不平 或者反轉曲 其實每支鏡頭的特性都不同 都不同的 所以Manu鏡頭是很值得存在 存在的 因為再加上我職業用 忽然間說要放大張照 那Manu鏡頭才能放到有些東西 所以我就喜歡用Marco鏡頭 為什麼呢 因為剛才你說的焦平面 通常都比較直 它通常是平面的 尤其是Terry越來越更加平面 因為預料你翻拍 對 翻拍也很需要的 那這支鏡頭是超越1比1 這支鏡頭是超越我們一般的領域 因為我用的不是很高級的鏡頭 1比2的 不過是120光圈1比2的鏡頭 不是這個2比1的 還有2.8 是的 這個是2.8 但是這個就有什麼好處呢 放到很大 放得大過CED一倍 是的 還有可以對腦好埋 對腦好埋 對腦好埋又不是一個重點 對腦好埋是嚇到一些生物 如果有生物的話 還有遮光的 但是譬如100mm這個距離就沒問題 不過對腦瓦都很有信心 我們每個人都用緊 是的 現在就在說 價錢方面它公佈了449元 美金 即是在說442 就是3500元一支左右 哦 不一句 喂 比你便宜也知道 是的 但是比你用Marko多 是的 兩倍 是的 你也說你用Marko的時候 你不會manful 我們的技巧就是 你不會轉focus 令到某個比例正確 慢慢微微吞前不吞後 是的 接著就按鍵 如果手提的話 或者你本身的雲台是可以扭螺絲前後 那些微距左 微距左 微距赤銀 所以這支可能我自己都會心動 不過我那支92.8 Marco就不會放 因為我拍片都會用 因為有AF 還有追焦 挺好的 還有拍片的時候很喜歡defocus Marko defocus是很棒 蒙沙 還有那些outflow線性是漂亮的 所以那些人每個人都會問我 應該Joey拍照 應該會拿支92.8 Marco出來 是的 因為不想變 肥子經常都說 我不要主張那些人用 總之有支鏡頭 塞下去拍就行 什麼主不主張 錯了 錯了 好 到下一單News 到Samsung了 講回電話東西 其實為什麼經常都會講電話 其實電話就是現在的Snap Shot機 都走不離不開 如果你問我近期會買一部Snap Shot機的Home 都是Ricco GR3 嘻嘻 講回Samsung這個位置 真正就說了有一個6400萬的 image sensor 其實是用手機的 但是大家都要 這麼像一顆CPU 那個大小 對 像一顆CPU 你要看進機身裡面 就是要這樣的設計 因為這麼薄 這麼小 對 這邊像HeatSync那邊 對 沒錯 但是問題是說什麼呢 其實大家都會在想 其實我們經常都會說 Sony壟斷了手機CMOS 一個很大的部分 都很久沒聽過 其他牌子是做手機CMOS 甚至乎是連上鏡組 Samsung突然間做一些東西 6400萬的image sensor 希望它出來的效果是好 因為現今我們外面 普遍比較高像素的印象 都是4500萬左右 而且不算那些是 stacking做疊障的效果 所以就希望出來這個效果 就不知道會不會追得上 Sony的CMOS的效果 震姿鏡 看看它的姿鏡出來好不好 對 但是有傳說 Sony手機將會用在C鏡 又是前網那些嗎 不知道 未有公佈的消息出了 都很合理 Sony CMA加賽斯 Sony鏡頭 那麼Nokia怎麼辦 我不管它 Nokia 因為它每個類型的賽鮮 每個類型不同 Wegcam就好像是Nogitech 接著手機就是Nokia 這不是貼牌 是啊 不是不是不是 有政治問題的時候就貼牌 就是貼牌 沒有政治問題的時候 就是自己 就是原裝鏡 如果你給我買一部電話 一個上面是貼著Leica 一個上面貼著Size 我會買Size 不是啊 有一天有美女跟我說 她拿著一部iPhone X 新那一部 拿著華為 然後對華為 給我幫她拍合照 接著我說 你給我iPhone 華為 你給我iPhone拍吧 iPhone好一點 華為 接著我明白到 其實廣告效果不錯 因為我再問她 原來她沒有比較過兩張照片 知道華為好 就買華為回來拍照 接著就沒有再用iPhone拍照 但華為有內置美顏模式 iPhone就要下載一些App 合照也有的嗎 有的 全新的合照也有 這麼厲害嗎 有的 你選擇美顏模式 好像抖音那些片一樣 好 再到下一班 Muse 今天就說一些燈光的東西 就是Arpature 即是說我們有很多 第一派對的 出LED燈 出Follow Focus Arpature的牌子 那為何我刻意會說一說這支燈呢 因為其實就是Spotlight 剛才我和你談的時候 你都說Spotlight這些東西 很久了 沒有特別 是啊 技術都不會特別太高 但其實意思就是 為何我會說它呢 意思就是 我們以前用普通的影樓燈 電影燈 持續光的燈 通常都是HMI Tungsten 照到人們出煙 焦了 還有那個問題就是 它本身的發光體 是一點或者一支閃管 那以前就可能加一個鏡頭 在前面做Spotlight 就可以一個平衡的光線 就可以做到一些聚焦的效果 例如前面加一些 Filter 或者一些 星星 太陽 那些 我們叫做Biscus 就令到它可以有些營造出現 但是在LED的世界裡面 其實就會 因為本身的發光體是一塊chips 如果用Spotlight的話 其實可能你聚完招之後 就會看到LED發光那一塊 那一塊 四峰形 或者一梳梳 黃色加白色的東西 是 即是 本身 那些LED 裡面是一梳梳的東西 就會見到那個控 但是為何會說Aperture 就是因為 它的設計本身 就已經將那個發光體 就變成了 好像我們漁門傳統Tungsten 那樣的發光體 所以加了這些Aperture之後 其實就可以做到傳統 Spotlight的效果 那當然 其實 幾乎舞台 幾乎舞台燈光那些 是的 還有要加上 就是本身LED發熱的程度 就比起傳統燈 就小很多 以前用Spotlight的時候 要加那些鏡頭 全部都要加上散熱 因為連鏡片都會 都會熱 是的 現在它一組就變得又小 又輕 在最舞台效果的時候 就輕鬆很多 而且它其實出來 它的Aperture都不少 就算鏡頭都有不同的度數 19、26、36度的鏡頭 即是說 其實給你Spotlight的Size 會不同轉變 就可以拍出來的Scope 就會不一樣 其實開心的 因為這件事 因為以前 很大支的 這麼大支的 網卡這麼大支的 是的 整支 我們 不願用 Videos鏡頭年代 這麼大的Size 但是當這件事 去到LED 又輕 又不熱 又有Spotlight 就希望可以玩多一些 好像舞台效果 Spotlight的效果 即是 多了幾新 做了熟面 我的鏡頭 新了些什麼 新了度膜這麼多 我裡面有一塊 什麼東西 多了一塊 低色扇的 Filter 只是那一塊 做了新Filter的度膜 但樣子完全沒有分別 是的 重量一樣 Size一樣 就多出一些新鏡 價錢又不一樣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賣到多少錢 不知道 因為M-mount 對於我來說 我又沒有什麼concept 嚇我 是的 多一些新鏡 大家玩一下 銀色鏡頭 讓大家認得它是Foldlander 是的 但是你有個TechArt的Adapter 又可以放下箱子 你用 可以玩一下 我有些用 因為現在51.4 其實這個Size真的很細緻 嗯 我們可能用上來 有時候要計算 譬如我中間對焦之後 對焦平面是怎樣放射出去 是的 這個就是現代鏡 還有這些古典鏡設計 是 最需要平衡的地方 是 因為經常都 有時你拍照之後 一排人這樣 有時我會覺得 這個距離 是應該會塞掉的 你要預算定 你怎樣排人 合照會塞掉 或者我拍這件東西之後 我開幾大光圈 塞到這個位置 如果塞到這裡 那件事在畫面上 是一個故事在內容 你要計算這件事 所以其實這些鏡 不是那麼容易用的 尤其是越細之鏡 焦平面越複雜 還有可能差一點對焦 就不同那件事 但是你用以前古人的做法 收光圈就算了 對於大家來說 所以這麼大的光圈 是用來收光圈的 只是收光圈的 不過對於大家 喜歡買一些現代舊鏡的人 這也是一個選擇 是不需要是炒價 又可以有舊鏡的味道 但是要來做什麼 要來 推動消費 推動競爭 很重要 因為在Leica的世界 這個風倫達不是十元太好 但是可能有些人炒炒一下 玩到悶就買了風倫達 因為他的老闆 其實都是Leica的熱愛支持者 Leica沒有的他就推出 就是這樣 好 再到下一則新聞 終於聽到有新鏡出了 就是Canon 終於做一支RF85.2的Mirrorless鏡頭 給它RF的Series 終於有些東西看看 其實因為大家都會用得 Canon Mirrorless新機R系 其實大家都在等著鏡用 等著鏡出 其實都算很快 我不要等 因為已經出了E50 但這支是85.2 你知道很多人上都有熱切的追求 我不熱切追求他的重量 是的 我也相信他出來的效果 其實大家都應該挺辛苦的 因為他本身出來的尺寸 先不說尺寸 其實他開到點二光圈 85其實我已經不太適用了 因為不知道焦點 焦點 薄到怎樣 不 你現在反過來想 其實都不會放假照片 有什麼事 就是純粹是想要他前景深 要點二的那個 Outflow的效果 對相對來說要很 即使速箱很小 都會看到他前景深 對 對 對 沒錯 這個要求 沒錯 所以買大像素的相機 對於他們來說 是的 但是我們在想 這支鏡的價錢 其實都一點都不低 2699 港幣 2699美金 哇 但是大家可以追求 85.2 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終於有一支 85.2 但是他只是大光圈了 都最近對焦都沒有進步 沒有 都是85 但是總之有得用 對於他們來說 是的 還有那個距離 都真的 你說最近對焦 就是去到85cm 對 都要 但是你沒有辦法 85本身都那麼低 如果你站那麼近 你都 你再近一點 就當MARCO鏡用 是不是 是不是有一點點 如果是的話 就不買支大光圈的MARCO 但是現在很多鏡都開始 最近對焦 不斷加近 是 這個是科技可以做到的事 還有他的重量 2.63磅 110 195g 195g 如果大家是用R的話 那就真的要買大的那一部 不是買小的那一部 那他知道這麼重 當然要買一部細相機 平衡 平衡 只是拿著鏡 後面就拿著 不是我不是經常都說這件事 要自己身體好 不要經常弄傷 拍照 你要練左手的 稍為拿著鏡 但是它的底部 我不知道 即是出部細機 但是加上底部 這樣 拍拍拍拍 不是啊 RF機下面有那個 假值 對 RPL RPL 讓它可以放到手指尾 這支鏡 跟著底座來買 這樣就一落了 你放在那裡 就不會頂住了 對 厲害 好 到最後一則新聞 我們經常都會試用到的 Nissine MG80 Pro這個閃燈 除了經常用那個鎚仔 對 那個雷神鎚仔 除了雷神鎚仔之外 其實我們都會講回 Nissine這個品牌 相對來說 是一個日本品牌 即是第三方廠的閃燈 但同一時間都會是比較穩定的品牌 尤其是用富士 是的 它就出了一支新的燈 其實它的好處就是 它是內置LED 以及可以用鋰電 哦 喂 我矛盾的 我以前都會用鋰電 你是駁過尿袋 在裡面 把鋰電放進去 不是 我簡直是有些2A電的鋰電 才會塞進去 但是 火數是3.7W 不是 它會計算數的 那個機器 那裡面 因為有些電 它的圈 圈叉的時候 是叉3.5W 但頭尾是1.25W 是2A的 直接用到的嗎 是什麼來的 是淘寶電 淘寶電 但是大家不要試 很危險的 我試過爆了 但是你這樣轉完之後 它是鋰電 但是它出來的 全盤不夠 沒有快度 其實是 容量多少少 少少 但這支線燈 正式可以用到 14500的鋰電 其實14500的鋰電 出來的尺寸 尺寸 就像你所說 就是跟2A電一樣 尺寸 但是只不過它是 出3.7W 相對來說 其實就是 可以令到它 回電更快 那 其實剛才你所說 以前都會照用鋰電 或者是 我有些朋友 都好 其實是用一支 大陸燈 或者像這些 三爽燈 就照加尿袋 但是它的尿袋 但是就轉了 用鋰電 讓它回電可以狂 扯很多 大量一些 其實本身 我想認識你 先的人很多時候 都聽過 它的MG8000 其實是有散熱 在那邊的 那些人就把那支燈 改到可以 用鋰電 就可以不斷狂閃 現在這件事 就變成了 我們不需要 再有那麼多問題 都可以令到它可以 抗閃 抗閃 這個就是它公佈的效果 但其實出來 是不是真的可以 如我所幻想那麼厲害 這個就真的要試到新的 真的有產品來到 我們首先知道 好 那這裏就是我們最後一項news 那今天我們的news 就到這裏 好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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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